好 歡迎收看今天《動漫無雙》 我們主持是 尤馬兒 零售相關的One Day 和人相關的力核 和人相關加出版業界 我是醫死 今天就逐上一個星期的話題 又會繼續講講關於CW的送審 被修書或者他們所謂的掃蕩 連串種種各種的事件 但因為我們上次講了一些法律相關的事 譬如說執法當局有什麼權利可以來修書 他們處理手法 或者反過來 作為同人當主方面 你可以要求出示證件 或者他們處理不公 之後你怎麼可以去投訴 還有一些任審制度現行上的漏洞 或者所謂不太合理的 或者過舊的那些方面 我們今天會討論一些比較當日方面的事件 究竟當日在各個樓層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可以讓一些當日有關的人 見證一下 其實我不在想 我當日 我就想問一下 其實是有哪個樓層出事的 這個六樓三樓和地下都有一個單位 即是三層出事的 那他清楚是有多少個檔口 每個樓層有多少個檔口 我當時有六樓的目擊 有一檔 大概是醫個行 聲望庭隔離的 不知道三樓還不適合的情況如何 三樓以我所知都是醫學 醫學 第二樓呢 第二樓呢 第二樓是沒有目擊的 又是聽說好像有一個檔口有事 另外他雙灣檔口有沒有全部都向大會反母 六樓開始好像是有大會的人跟 六樓有兩個 我在場看到有兩個CW職員 即是那裡工程員在跟著 那三樓情況如何 三樓就有人告訴我 因為那天是做C2的 然後有人告訴我 我去完之後就立即換和了整件事 然後同時通知負責人過來 那之後就一直有負責人跟著 那地下都有負責人負責的 那想問回詳細一點 其實譬如說 就任何一位 肉眼所見當時見證 其實發生的事是浸溺一回事 即是那個怎樣來收東西 因為大家都看到 可能網上傳染 或者其實現在的一些雜誌 相關的雜誌都已經說了 可能有些引述 放一些資料 可能有一個男人過來收書 拍桌 那其實這件事 大家眼看見是怎樣的呢 那本雜誌沒有說錯 真的有男人來 那本他真的找回當事人去問 他應該找目擊證人 由頭到尾講一次這件事 即是由 假設那位中年男子去到檔案後 那個是三樓的 即是比較爭議的 就是三樓的設方 即是由一開始究竟是什麼情況 即是我去到的時候 我已經是見到 有個中年男子 跟那個檔案後發生爭執 拍桌 拉斜 這樣 然後又 拉斜是身體還是書 拉斜是產品 因為他本身一直都很想去拿走那個檔位的貨 但檔案後一直都不讓他拿 因為你沒有給錢 你沒有給錢就拿 就等於搶東西 或者偷東西 而且當時還沒有確實到他的真正身份 所以當時的檔案後就唯有要報警 請軍裝的警察過來認證他的身份 即是當時的爭執 換句話 有自稱可能是電報辦相關的人 接著就過來要求執法要收書 檢走 但是他又拒絕出示證件 其實我去之前就不知道 我去到我問他拿證件 他又給我看的 是電報辦來的 但很快就已經拿回走 即是他很快就收回 即是大家記錄不到他 記錄到 沒有時間記錄 接著 可以肯定他是有公職在身去做這件事 但是那個態度 或者他那個言語很含糊 他就會說當主你的刊物有罪 你有罪 我要拿手你的東西 我又問他 我即時問他 咦他有什麼罪 是哪一條條例的問題 他又答不出 我問你又答不出 他又說我已經說了 當主也知道 我又問當主 咦你明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當主就說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其實當主和他傳達的東西 當時人是不清楚的 即是說不出究竟當時人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下一步就是大會的負責人來了 接著就幫忙調停 跟他們解釋我們這個場地怎樣怎樣 你又在做什麼什麼 他們就當主大會和電報辦的人 都離開了那個area 去了走廊那裏再細談 接著其他人就繼續圍觀 因為其實中間發生了少少混亂 多人圍觀太多 然後旁邊的人就會說我又買不到東西 誰拍照 很多爭執發生了 當大會負責人來了之後 停止了這些爭執之後 就帶了電報辦的人 他的上司和當主 去了另一邊慢慢談 補充電報辦的人 即是那個拍檔大叔 那個拍檔大叔 他的上司即是 雜誌所謂黑色衣服的兩個男人 應該也是 其實他的上司是合作的 因為大家都解釋我 場地混亂了 你影響到左右攤檔的人 去做正常的買賣 其實他們很不公平 想看的人也看不到 想買的人也買不到 叫他離開 不如我們先離開一點點 但是那個拍檔大叔 就不肯離開 堅持要在 因為他說擔心一離開 就會有人做鼓劃還是什麼 但是當他的上司都說 走開一點點 我們阻礙別人了 搞了一輪 才走開一點 在十字路口的走廊位那裡談 現在外面有些留言 有警察來 但六樓沒有警察 那三樓情況是怎樣 其實六樓也有警察 我看到 扁衣我不知道是不是 扁衣 但三樓是怎樣 三樓是後來 有當主說不知道他的身份 就說要報警 於是電報辦的人就報警 有軍廠來 警察過來純粹是因為當主他有要求 要求 要確定 當軍廠確認電報辦的身份 真是電報辦 真是公司人員的話 他就已經走了 最後還有什麼相關行動 其實後來電報辦拿了書搜 他是有寫發票的 即是寫發票 即不是告票 是recept 證明我拿了這本書 登記當主的資料 因為其實 六樓差不多 就是一式兩份的資料 當主簽下名 因為電報辦 他有執了這本書的權利 審你有沒有問題 就是入審處做的 正常都是這樣做 其實電報辦是三樓那裡 都有拿書搜 是有receipt交給當主 但是好像之前有個爭議 就是說 那個大叔在三樓那裡說要收書 但是他那本書買過 但是那本書好像是非賣品 我記得 因為跟三樓那個事主有聊天 他就說 其實他只有one and only 只有一本 那個大叔就說 他之後有同事來買了書 覺得你有問題 所以他會跟你說 所以三樓的事主又覺得 沒可能的 我都沒買過書 我one and only 這個禍往感 中間那個口供是有出入的 的確 當然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執法過程有問題 大家可以去投訴 但是 有些人可能會有個概念 就是覺得 你這個執法拿來的證據 或者你過程之中 你有不公 或者有問題 就可以成為一個免責的東西 但是 但是道理上應該不太可行 我又不確定 這個 舉例 你警察執工 有人有問題 就是你只是向警監會投訴 但是對你個人本身的罪行 是不會可以這麼免責的 意思是你本口供 如果是屬於三級口供的話 都會受到相關的刑罰 但是你唯有可以做的 就是 可以檢舉那個公職人員執法的時候 有問題 就投訴他 去申訴專員投訴他 或者去那個負責的網上投訴他 錯減他的銳 錯 未必可以幫到你的訪問 因為 始終是兩三不同的部門 是一個 所以 其實之前提過 可以拿回執法人員他們的證件 可能拆下他的資料 這個可能有幫助 所以才會申訴回來 這個當然 你都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怎麼去查 怎樣去告他呢 我要告誰啊 這樣不行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們出示證件的時候 我們就 另外 要當事人 可不可以抄下 出示證件的人的資料 名字 或者做紀錄之類的 是有權的 他們絕對可以做的 絕對可以做 如果他這個 他不讓證件你 去抄下你的資料 這是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是公職人員 因為公職人員身份 我也沒有需要把我的私人財產給你 哪怕公職人財產是合法不合法 因為他們 你沒有一個公權力去執行這件事 那現在 這件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 當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就這樣說 除了我們抄錄了他的證件 之外 有什麼特別方向去應付他們 當然要先冷靜 先冷靜應對 然後還有些什麼 當時我記得當主也要做了這些事情 對付他們 當主其實就是 首先第一 因為不知道他是公職人員 或者懷疑他是公職人員身份 其實就是拒絕配合 即我要拿你的東西走 不給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否 你沒有留拿我的東西走 第一就是拒絕配合 第二也是 周圍 可能當主身邊都有一些朋友幫忙 其實大家都目擊成的事 最好就是找多些目擊成人過來幫忙 第二 如果你不幸有人去檢舉工作的話 其實盡可能拖延他的時間 然後找大會的人去幫忙 對呀 可不可以進行錄像位拍攝嗎 我見到副部門有人拍照 可以 絕對可以 因為香港沒有超廠權 絕對可以 你可以拍下整個過程 沒有問題的 當時的事件有說法 就是那位電報辦執法的大叔 不是黑色衣服的兩位 就是三樓那位 有所謂的拍檯 雙手拍商品 好像變寮合衣類似的舉動 絕對不是Avengers的第二集 問題就是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片段 在於一個投訴的過程中 應該會有更加好的事件 很有幫助 對很有幫助 只要有錄像 還有創片去證明 可以證明到 他執法期間有不對的程序的動作 或者是什麼 因為聽來講 或者說法就是 另外兩個樓層 即是地下和六樓的執法 都是比較平靜 和純利的角度 這個我想說一講 一般來說 正式執法 他無論如何都要給你一張票 類似是收據那類的東西 即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收據 他無論如何都一定要給你 就算他證件不出事給你 那一張東西就一定要給你 一天不給那張東西 他就一天沒有任何存在你 拿走你任何東西 但是那時候拿到現場 其實六樓那邊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樓的人 其實就不給我拍照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給我拍照 可能因為誤會都不定 有誤會都不定 但我覺得其實同樣的概念 要配合 例如發生事之後 可能某些人 或者當著朋友 即是你不給外面拍照 那你當著朋友 可以拍照 可以可以 其實那一刻 例如當三樓才存在 我想那一刻 大家都亡於應對 我記得那一刻 有混亂 有拍照混亂 因為外面有人拍照 可能弄傷了相機 還是弄傷 撞傷 還是什麼 有這個小衝突 後來是誤會 我就是這樣想 你怕外面的人 你不相信一個 可能是突然來的 既然你當作 被授權的人 身邊的朋友 幫你拍照 其實很可能 就算你沒有授權 都可以拍的 人所知 可能是混亂 那一刻 是因為真的混亂了 還有 我想三樓的情況 是小精靈 或者幫忙的人 是因為太過忙於 去應付那個叔叔 沒有時間去拍照 其實是可以做的 的確 甚至左右檔營 其實都可以去做這件事 我想我同仁界 手放相對 我中間的檔營 左右兩邊都可以幫幫忙 其實 但是問題是 其實今屆的CW 因為其實他們檢走的東西 一般來說 因為法例就是 如果是執法的部門 覺得有合理懷疑 這本是淫屍 或者是不雅的書項 他就可以要求檢走送檢 問題就是 其實當屆的CW 其實是否只有 當現在被檢走的幾檔 是有類似或是 懷疑是 不雅的行物 我回答不了你 其實他不是全部收拾 應該沒有全部收拾 應該沒有全部收拾 因為其實一向都是 以抽查的形式去做的 他不會逐當 整條A行去查 整條B行去查 他是抽查的形式 剛好這一檔 這一本有比較大的嫌疑 他就去試試看 看看是否有情況 有些沒事 有些就是 真的有嫌疑 就去試試抽查去做 好了 大概都知道 情況 即是說 出事就是這樣 但問題 同仁不是這樣 即是出事前 有甚麼可以做到 在同仁之前 我覺得大會 最重要的情況 是三級 大會出版權有三級 我記得大會司 都說過 一二級是怎樣做 三級 美馬拉 二級就說要包封條 那些事情 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 如果是看回 那個情況 就是一級沒有事 你知道自己本事 沒有任何 不雅任設的情況 就是一級 然後二級的情況 你就要跟回法例去做 其實最重要 就是作為同仁 你要了解自己 做出版行物 你要根據出版條例 那個形式去做 譬如北雅的書刊 有條例指引就是 你要有警告封條 你要入膠袋 如果你的封面 是沒有任何不雅成份 就可以入透明膠袋 你的封面 是有不雅成份 就要入不透明膠袋 或者詳細一點補充 你這本書刊 假如他判了是不雅的 你要做包膠袋的事情 但如果你判了是淫捨的話 其實你包不包都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因為你是不是都死的 都是死的 因為淫捨就是 不可以管有發放 可以管有不能發放 所以就糟糕了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這本是不雅 或者你覺得你這本是不雅 你應該怎樣去做一個合乎規例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的內容上面有不雅 但是封面呢 是清水本來的 可能 沒有東西的 或者只有一個蘋果而已 或者甚至是正式的 那大家只需要用一個透明膠袋 把這本書入口 然後 把中英文對照的封條 擁有明顯差別的顏色 譬如說 黑底白字 白底黑字 那類的 有這樣的警告字句 在這個膠袋上面是符有的 而警告字句的大小 不得少於這個膠袋 黑底的封面的 20% 那就是合乎規定了 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你的封面 都可能有一些 懷疑 你覺得是不雅的 就是一些性感一點的東西 那你就不可以用一個 純透明的膠袋加封條 你就要那個膠袋 是要是 令到內容是看不到的 那個封面是不能看到的 就是可能一些 茶色了 或者純黑的膠袋 然後再加回 20%的警告字句 那如果大家可能 聽到它很兇犯 當然啦 可以去看回任審條例 就是法律這個390條 那另外一個東西 可以去參考 其實一間 信和地庫的店舖 它做的方式是比較好的 在包封條方面 如果沒有所謂的話 去買本來 類似的東西來看 其實不用 你去報紙檔 看看外面那些漫畫 一本兩本漫畫 每本都有包封條 他們怎樣做 這個最簡單的是 封面沒有不雅成份的做法 那你不 我想封面很多不雅成份的行物 就不算很多 在報紙檔未必找到的 那你真的要找 就可能 說回你去信火那檔 就可能會找到多一點 另外我想做一點補充 即是所謂的 北亞物品 除了不可以 要有限制發佈之外 北亞內容 都是不可以公開的 即是有減於 現在 要公眾展示 對 向公眾展示 即是你現在所謂的 建本內容 你是可以 即是假設 你那些是北亞物品 你可以將北亞內容 放進去做建本 但你一定要將那些 會導致你 會成為北亞內容的東西 就全部有這個 明確的打架 或者黑格 遮蓋 沒錯 遮蓋 因為CWD 是一個公眾 要公開眾眾 很多公開台合 所以所謂的建本 放一張桌 都叫公眾展示 其實可以再補充多一點 其實一直以來 很多同仁的朋友 例如參戰的朋友 又或者是來買的朋友 都很喜歡買完一些R18本 然後在牆內 就這樣找個地方打開來看 這樣的情況 已經是一種發佈 所以其實都是要小心一點 那順利講講 其實本這件 應該是回家 尤其是你收到禮物 不是本 同日本 你也是 回家 在沒有人的地方才拆的 不會那麼張揚 在牆內拆的 我知道大家很深刻 想看這本 但不應該在牆內直接拆出來 我講個例子給你 我在日本玩同仁的時候 很棒的 其實有些擔心 或者關心 十八禁的情況 我問一些 在日本玩的時候 那些朋友 就問 你們買完一本 為什麼永遠都不會 在牆內打開 你們會怎樣 什麼時候才看 會不會在車裡看 還是怎樣 他說 車一定不會 牆都不會 每天都拿回家 慢慢看 我說為什麼 你是不是擔心 那個 被人當是 宅男宅女 還是什麼 他說幾樣東西都有 第一 我這麼辛苦 排完隊 去買這麼多本 我當然想慢慢享受 我不會在牆內 一聲看完 很空虛 第二 都擔心 譬如 那本是有色情成份 都不好意思公開看 你不好意思在牆內看 雖然整個牆 都可能很多這些可問 但是就不會很容易試 第三 也是擔心那些 在公共地方看 我離開了牆 我去餐廳 或者坐車看 其實會有人 會有 異樣的目光對著你 你拿著這本 看漫畫 或者是什麼 在日本來講 已經很危險 他們會當你宅男宅女 然後會疏遠你 或者有什麼事都好 他們就很擔心這些 變成日本人 你見他們玩 和人的意識很清晰 就是我玩的東西 我不會在公眾展示 我買的東西 我會在家裡慢慢欣賞 甚至我有些朋友很棒的 我們一起 參加完一個活動 可能一起去卡拉OK 在廣場裡面 我們才會分享 來看 這也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也是一個 因為這個抄牌 是關於公其勤事件的 不過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所以不再重複 你一方面就是 除了你說 拿回家 或者睡覺 一起在廣場看 這個是一個禮貌 不是很尊重 就是你玩的那麼辛苦 那你呢 人家看的 像魔鬼解冰箱 那你去看 就是有些不太好的 就是我覺得 講回一些 當日之後的一些跟進 其實事後 都有一些 跟人相關的人士 就回今次 發生這些 可能檢走的事件 會有一些 自發的組織性 的行動 其實 好像當時 其後在旺角 有一次的 座談會 或者是可以 聚會 聚會 其實當日的 情況大概又怎樣 其實那時候 事件發生之後 我就以這個 召集上的身份 來去找了一些 跟人相關的人士 出版相關的人士 甚至乎是一些 知道政府 執法條文的朋友 有在旺角的 一個收視店裡面 去做一次的 聚會 聚會 聚會的期間 亦都找到 那時候的 庫主 三樓事主 三樓事主 上來 亦都去說 他在三樓 所遇到的情況 大家去 了解一下 香港現行的 出版條例 這個 不雅和淫蝕的 條文 即是390 都是向著這些 去想 亦都去想 究竟 我們在 做同仁的未來 究竟 我們可以 有些什麼 可以做 我們應該 要做好些什麼 還有 當遇上 被人 收書的時候 我們 有什麼 權力 還有 對方也有什麼 權力去 收我們 才可以對我們 做些什麼 這些我們在 聚會裡面 去釐清 其實沒有程度而言 換個角度 當然 你說要搞 這個聚會 多多少少 那個導火線 或是主人 一定是當日 私人發生的事件 但是換個角度而言 其實如果要說到 可能說一些 剛才所說的 一些內容 可不可以說 香港的同仁界 其實沒有一個 好認知 或者是 知覺究竟 自己是一個出版 出版要符合什麼 條例 人事及登的立法 法部方面 又有什麼規限 其實大家 是沒有太多的資料 有人知道 不過知道的人 可能熟悉 或者有意識的人 少一些 沒有什麼意識的人 多一些 我不會說 香港同仁界 是缺乏接觸 或者是一個共識 共識 大家都不會接觸 大問題就是 很多出版 和人本的 華視者組織 他們是 不知道原來 這些畫的本 是要接受香港 出版條例規管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其實 我經常都說 我在破浪都說 香港的出版條例 不是針對同仁 而是針對整個香港 出書的人 你出什麼書 雜誌 報刊 報紙 雜誌 小說 旅遊書 漫畫 所有書刊的類型 都是受到出版條例監管 當然有豁免 豁免可能只是 政府小冊子 和產品說明書 這兩樣東西 是不監管的 因為他們的功能 是另一個功能 但是所有出版的東西 是佛大眾看的 佛大眾看的 佛大眾看的就要受監管 即哪怕你是中三商 最大的出版社 出的書 教科書 都要監管 龍虎炮也好 甚至是可能說 我只是有40本的同仁 用釘書機釘的 都是一種出版 一個條例 一時同仁 我認同仁 很多人都說 我印幾本 可能印50本以下 開個檔仔 賣幾本 朋友分享 他們沒有這個意識 其實他們已經是一個出版行為 我覺得這個不關他們 我沒有意識 始終是同仁 我們說同仁 就是日本跟日本cover 所以有時候很多做法 或者很多idea 或者concept 跟回日本那邊 就不是跟香港的想法 就是制度去看的 其實正常就應該跟香港 那是在香港正在做的 因為大家有一個很大的誤區 就是大家一個同仁 可能說的根源 或者大家參考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日本 但問題 日本有日本的一套 香港作為模仿 或者受到日本啟蒙方面 你可以在香港發展同仁 或者參考日本的做法 但問題是 日本的法律跟香港是不同的 也是兩個不同的一個 八字的獨立個體 你可以說 還有社會接受的情況也不同 因為簡單來說 淫審條例 香港淫審條例 日本一定是不同的 日本方面也會有不同的 可能是自發的一些相關自制組織 大股方面也會有另外一些程度的協助 不可以絕對拿來對比 所以不可能就是 日本可以的東西 香港一定可以 或者日本有事的東西 香港可能有事可能沒有事 因為根本是兩個法治區 是獨立個體 而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在香港做同仁 就要了解 同仁是一個出版物 所以就要跟出版條例 就是剛才所說的 另外一方面 哪怕日本的同仁方面 可能說 所謂日本的十八禁比較多 但是香港的十八禁究竟又是怎樣 香港就沒有十八禁這個意識 不可能用日本的一套去代入 因為淫審條例 正如我們上一集講過 它最根本的立場就是 要根據香港這個社會 普遍大眾所接受到的那套道德基準 我們不可能用日本那套基準來講 亦都不是符合法律本身的原意 亦都不符合香港的規定 因為問題就是 淫審條例被人質疑或者批評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一個很明確清楚的界限 當然我們可能聽過上一集的都會知道 法律界定義可能就覺得 因為是一個隨時代而轉變的 條文方面不可能寫死太清楚太明確 因為是一個case by case的獨立事件 問題就是會歸回到那個判斷在淫審處方面 但是大家始終要做就是 究竟你作為一個出版者 你要盡量去怎樣去滿足這個要求 符合香港的規例 這個就是大家應該要去了解 亦都是一個自我保護的一個應有的概念 但是訪到訪可能說出版 或者可能說零售方面的東西 那我們就下一集回來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來吧